一下去以後它的精液會上去 精液上去以後就會把裡面已經有的灼痰去掉 所以病人吃的這個藥反而下了力 那過去呢我們中醫有解釋說 病在上我們採吐法 病在下採下法 病在中我們採和解的方式 這是我們治癥的原則 如果把這個原則深入的推敲一下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說 當你吃這個藥 這個藥本身根本沒有大方盲銷 完全沒有一味是攻下的藥 反而是肝胃的藥 結果病人吃了以後下力代表病在下 因為攻出來了嘛 所以說你有時候開廚房 開大黃七錢八錢可能它沒有大便 可是你開了乾麥大早上以後 它就開始大便了 所以要臨症來看 所以說吃了你這個藥 你本來這個藥是通腎結石的 我們常常碰到竹林湯 開下去以後病人居然嘔吐啊 它這個上面就好像我常常講的那個空的吸管 你把它放到水裡面吸到水的時候 你上面一拉開來水就排出來 所以病人吃了竹林湯嘔吐一吐的時候 下面石頭跟水通通排釋放出來 所以臨症上面的時候會有很多特殊的現象 就會不要緊不要懷疑 說我是不要開錯了 完全沒有開錯 你是開對才會有這種現象 那這種現象當它腹筋它就開始軟了 開始一直排一直拉肚子開始軟了 沒有那麼硬了 那你說吃到什麼時候 吃到這個筋棋沒了嘛 吃到他女兒從來 從此不跟媽媽抱怨的時候肚子難過 從此就好 那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去吃小麥 紅棗 大棗 甘草 還有一個去吃西藥抗癲的藥 那一個吃越笨 所以這個西藥是給敵人吃的 治理不要吃 現在開始介紹了 這個婦人吐顏沒依反下之 遇到這種情形 意思就是說這個人本來上膠有寒症 吐顏沒了 上膠 是寒濕的 結果醫師應該去寒 去寒 去濕 結果醫師開始何處方了 攻下 攻下以後勳下筆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有五個謝心湯症 五個謝心湯症的來源呢 就是因為有病人有表症 結果你沒有發表 結果你攻下對不對 輕則勳下筆 重則這個懸隱 劉隱 劉隱都來了 石島湯症都會這樣務攻 這種情形呢 如果遇到這種情形呢 心下筋痺的時候 我們應該先把他的兔顏沒 因為他上膠的含還有 我們先把他治好 治好了以後呢 再去治心下筆 所以先截了 再去攻領 這是治症的原則 所以說病人呢 有吐顏沒還是小青龍湯症 小青龍湯症去掉以後 含濕的沒了 吐顏沒沒了 這種呢 這個時候我們再回頭看謝心湯 謝心湯 比如說噁心嘔吐啊 比較多 我們有半下謝心湯 下粒比較多 我們有生薑謝心湯 諸如此類的 依次類推 接受下來呢 這一段比較多 但是呢 我把他 你把他歸納起來以後 待會我開幾個處方 你們看一看 從此婦科 就應該是很不錯 婦人的病呢 跟男人都一樣 其他都一樣 就是婦科 稍微有點差異 但是處方的精神是一樣的 婦人的病有三個 因為虛 還有呢 激冷 激冷是一個 還有節氣 一 二 三 好 這三個會造成婦人的生病 好 這個呢 圍諸精髓斷絕 自由歷年 血寒 好 積結 包門 這個 激冷 虛 曾經我一個學生呢 她的 女兒在 Colorado Denver 那邊唸書 她是我的學生 她媽媽是我的學生 跟我學中醫的 結果呢 有一天她女兒回來 兩年 沒有月經 她唸大二 結果我問她 手腳怎麼樣 冰冷 非常的冰冷 我開一季四泥湯 她賣非常的細小 四泥湯 當然還是用當歸身體床為主的做佳解 吃完以後怎麼 我給她一個禮拜藥啊 吃完以後沒有消息了 我就問她 媽媽說你女兒怎麼樣 吃完第二天就來了 夜君就來了 終於就是那麼快 所以你對症 開處方 不要去看表面 老師她月經沒來 血堵到了 我開一票工學的藥下去 你錯囉 軍方就是這樣子 所以要臨陣的時候要辨陣 一定要看得正確 這倒是禮寒造成的 你要把禮寒去掉 這個就是因為寒在裡面 所以寒積 就是因為寒在裡面 所以雪才會淤積在裡面 對不對 你想想看嘛 製造成冰塊 是不是要冷才能做成冰塊 這個雪淤積在裡面 就是一塊冰塊一樣 那你要讓雪化 這個冰塊化掉 你是不是要用熱藥 對不對 那精方裡面最強的熱藥 我們不要講硫磺 就是生腹子 所以就膩的時候 我們會用生腹 好 生腹真正的功能呢 是我們強心臟的力量 一強心臟的力量後 乾姜在裡面 乾姜在肺上面 在胃上面 溫胃以外乾姜可以 乾草乾姜湯 可以治療肺加的寒症 對不對 所以小青龍湯裡面 我們會用到乾姜 那你把生腹子跟乾姜 放在一起的時候 一熱心臟 這火就往下走 走的時候 你還要加上心臟的力量 所以後面會放著 脂肝草 脂肝草放在後面 好 那這三位要變成 濕泥湯 那心臟的產生的熱度呢 就會直接進入小腸 小腸一熱起來 子宮裡面的陰血塊 就當少就化掉 化掉就 好 就正常了 好 這個呢 寒上 好給你們繼續看 好 這個太冷了 會傷到經絡 一肩再上 嘔吐研磨 九層肺尾 形體損分 也就是說 這種病呢 寒上經濟 剛開始的問題 最早是上膠 心臟 心臟沒有力量 我剛才介紹過心臟沒有力量 那心臟要有力量的時候 裡面是寒的 九層肺尾 是不是我們叫肺加寒症 我們是不是會用到肝僵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說你如果說 這個階段 婦人一個女孩子 寒冷 季節的包門 你沒有把它治好 久 日久以後 肺就會出問題 不管是勞症 或者是肺功能 肺的體積縮小 這種 就會造成 因為是病在上膠嘛 越來越小 好 如果這個寒絲呢 好這個虛症 是在中盤節中交 繞其寒散 或兩斜疼痛 好 這就是講在 比如脾胃肝膽這個區域 那 語障 障就是講 子宮卵巢 女人的婦科的子宮卵巢 還有呢 或者是熱節在正中間 正中間講的就是任脈 女人呢 任者任也 好 這個任脈 如果不通暢 你就沒有辦法生小孩 沒有辦法懷孕 好 這個是痛在官員 因為寒絲 好會痛 那痛在官員的時候 羊 因為下膠寒嘛 那羊要 新的羊 羊要錄陰 對不對 朱瑞現在有陰陽的觀念了 整個中醫整個就是講陰陽 羊要錄陰 可是裡面是很冷的啊 裡面很冷了以後 痛在官員 為什麼會痛 因為羊 要進去 但是進不去 裡面太冷了 這個羊是講身體的羊 不是我們要力的羊 我們那個神父一下去 管你什麼之間 通通給你去掉了 這是講原來病人的身體的羊 他進不去 就會痛在官員 所以官員痛的時候 女孩子如果說我越進來 就痛在那個官員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是冷結 寒在裡面 那脈術無倉 為什麼 叫做脈術無倉 脈術代表羊很素 但是一般來說 素脈的時候裡面有化龍 生倉 對不對 生倉才會有素脈 代表裡面化龍 可是他沒有龍 沒有瘡 你知道老師怎麼知道沒有瘡 摸摸嗎 手一摸 隔著皮膚摸的時候 如果只有那一塊是燙的 旁邊是龍的 就是裡面化龍了 脈術的 所以化龍我們一定可以 裡面化龍羊的時候 我們一定可以從外面可以摸到 好 那 那是脈術的 那現在是脈術 它沒有 沒有龍羊 沒有瘡在裡面 脈術是為什麼 因為羊要進去 進不去 所以回你 這個脈就看起來比較素 所以我們常常在治病的時候 病人的脈術是素的 好 摸了復古脈 摸到這個脈很快 糟糕 經方裡面說 按照上漢論的記載 我們那個聖禮堂很多 都是當會正常 都是要脈為戲對不對 老師那個脈正不合 那你不敢用 你錯了 不要去看脈 我們說望聞問竊 竊脈是第四種 它是羊不入陰 這個時候你要用真正存陽 存熱的藥裡面去把陰化 融化掉 讓病人的羊入陰 陰陽協調才會好 結果呢 你不敢用這個藥的時候 治病的時期會過 治病的時期一過 再早我們大羅軍醫院 也沒有辦法把你救回來 好 那就是因為我們要羊能夠入陰 所以我們不希望任何醫生 在陰的部位做任何動作 好 比如說肝心疲憊肾 肝臟我們都做堵塞 或者心臟做支架 或者做繞道手術 諸如此類的 我們今天會下半個小時 最後一個小時 介紹一些案例給大家聽 好 就會看到 那像這種情形呢 陽不入陰的時候 陽會往外走 皮膚看起來很粗糙 像淤淋一樣會 女孩子常常會穿男人的衣服 因為陽抗嘛 陽往外抗 你爸爸媽媽問他這個女兒說 你要穿裙子還穿牛仔褲 我穿牛仔褲 就是陽不入陰 你知道為什麼 陽不入陰 那老師怎麼拜他 我這個女兒怎麼長得像兒子 好 所以這情況裡面也有討論過 討論過 怎麼老師穿牛仔褲啊 對不對 不穿裙子 好 那這個女孩子會發生 陽不入陰的現象 如果在月經來的時候 在下來的月經來多 經期又不準 這個時候 而且 因為陰部那個將會痛 好 少腹二寒 會引腰疾 少腹這邊 肚子這邊會引到腰部 都是因為有沒有帶脈 帶脈 好 我們帶脈在這邊 中醫過去認為呢 十個女的 九個有帶 好 有帶 待會我教諸一些很簡單的處方 好 那個帶脈一下就好了 那個女孩子的白帶或刺帶一下就好了 好 根本就很簡單的問題 好 那下根氣階 氣階是到腿上面 好 到腿正面像浮兔啊 好 這個梁秋啊這一帶 好 氣沖呢 好 在我們的那個 好 這個鼠西部這個地方 到膝蓋疼痛 就是下膠這邊都會疼痛 就是下膠二寒 那 常常忽然有癲症 好 常常有 然後有點半昏迷的狀態之下 或者是很悠產 好 這個你看這個情緒 他形容的 悲傷多 這個是腎嘛 就是脾氣 好 容易發脾氣 這些肚有帶下 不是有鬼神 所以說你就如果看到那個女孩子 跑出來 說 哎呀我 醫生啊有鬼 那你想真的有鬼啊 你看到旁邊 醫生的很差 很差 所以你先摸摸他的脈 然後看看他是不是又有問題 女孩子也很多 常常會看到一些特殊的東西 實際上是子宮裡面有 有東西瘀進來裡面 那 我們可以看到女孩子呢 像卓男裝啊 好 皮膚表面啊 看這個像雨林啊 好 就知道裡面有瘀血在裡面 所以說 基本上我們就看虛 還有激冷 還有潔氣三個 那如果是激冷 我們叫他熱要去化他 如果潔氣我們開一些 癒氣 好 散癒 把氣散開來的藥 給他就可以了 好 那像女孩子那麼多 小問題 好 一大堆 好 就你如果不去治他 這個女孩子日久呢 人非常的瘦 好 所以你看到女孩子體格比較胖 沒有這個問題 怎麼越來越瘦 好像勞症一樣 就是 身體裡面有 那個冷結 好 脈虛多寒 三十六病 千變萬端 神脈陰陽 虛死僅玄 行其真藥 若偽得安好 這個治偽得安 其雖同病 好 麥克一元 好 這個講完以後 他並沒有 張仲錦並沒有 開廚房 是不是 好 我們 好 開個廚房給大家看 任何的 大太小姐 我們的婦人病 帶下 任何的帶呢 我們分兩個 第一個 熱 濕 第二個 寒濕 你如果沒有濕 根本就沒有帶 所以分兩個 一個熱濕 一個寒濕 好 那這個 我們看了很多 諸位可以一記 就吃 病人一記 吃下去就馬上好轉 濕熱呢 它有特徵 諸位去 common sense 不要去記 想 這女的呢 帶呢一定是怎麼樣 顏色呢 比較黃 好 比較深 好 那味道呢 比較重 好 那體格呢 會比較燒胖 女孩子比較胖的體格呢 就容易得到濕熱的 好 那 這跟你吃素不吃素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人濕熱就是濕熱 該瘦就瘦 吃的肉還是瘦 該胖的 吃的每天吃青菜蘿蔔還是胖 好 待會我下一堂個表演給你看 好 所以說 那這個 就是濕熱啊 好 當你遇到濕熱的時候 諸位呢 記得 我們為什麼要寫處方 濕跟熱 好 那如果病人呢 體力很好 講話聲音很大 那是死 好 如果病人軟弱 人已經很瘦 瘦乾乾的 本來是胖了 很久了 日久以後 久病沒有好 好 就變成人虛弱 體力非常的虛 好 當你體力虛的時候 我們有虛的方法 這是他的方法 一般來說 這個遇到濕熱的病 我們呢 觸方 黃蓮 黃晴 黃柏 這個比例呢 是一個 我們稱他做 現在電視廣告上常常講 黃金比例 是吧 黃金比例 黃蓮 黃晴跟黃柏 這是三黃蟹心湯 三黃蟹心湯呢 專門去熱 好 去熱 為什麼要用這些藥 好 少婦 少婦的問題 女人的子宮的地方 第一個 乾金一定落過 乾金他 黃晴 為什麼小柴無湯裡面 會用黃晴 就是黃晴能夠怎麼樣 去乾家的 乾金的濕熱 能夠去乾家的熱 好 那 為什麼要用黃蓮 因為心臟 跟小常是錶裡 心火下來過熱 心火下來 小常過熱的時候 好 我們用黃蓮 好 黃蓮 黃柏呢 本身入下礁 入膀胱 入膀胱 能夠去掉膀胱的熱 好 那你老師 這個濕怎麼去呢 白族 白族是不是去濕 老師 赤豆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赤豆 可以去他裡面的濕 好 好 那如果說這個太太呢 剛剛好也年代有痔瘡 現在 太太 太太們結了婚的小 太太生了小孩以後 十個裡面有九個都有痔瘡 因為生小孩的時候他們躺到身 好 那中醫呢 以前衝骨到尖是蹲到身 先生在後面拉到太太的肩膀 慘膚在前面身 好 好 那你如果說遇到痔瘡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一些淮花 好 兩錢 如果嚴重一點三錢 好 當歸 這一配上去的話 老師不是當歸吃豆腺 好 跟當腸那個便秘 那個不是痔瘡也一起好了嗎 對不對 好處方就這樣很簡單 很簡單 那你如果說老師他是虛 身體很虛 好 那你問我可以用 因為已經有熱了 用身體 虛的話我們可以加枝子 好 枝子 專門是這一味藥 就是同時可以去虛 可以去熱 那如果病 並沒有虛 虛的症狀就是人體力倦怠無力 那就會有虛的現象 同時舌胎 舌頭呢 比較肥大 都是虛症 再來呢 我們來看寒濕 寒濕的處方 跟熱濕的處方 很雷同 為什麼 因為濕是一樣的 唯一的寒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要去濕 我用紅的 如果是寒濕 寒濕出來的帶呢 都是白帶 無味 沒有什麼味道 那滴露 露得很嚴重 有時候嚴重呢 好像吐蟬出來一樣 因為寒濕的人呢 他下膠揚不足 揚不足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固守 沒有辦法固守 所以他白帶帶來的會來的很多 一般來說 女子有帶 大部分都是 情緒不好 先生不好 或是怎麼樣 這才會造成這樣 那我們就要開去寒的藥 比如說泡腹子 泡腹子去寒 泡腹子它揚不足的時候 同時白帶有漏下 我們泡腹子來顧揚 那個收斂的 收斂它下膠 再配上白竹 白竹一樣 所以當你確定 病人需要泡腹的時候 你放膽的開 不會有問題的 就怕你那個什麼 這個 鉛筆不夠尖 因為這就是我們英文的一個講法 就是你要 你的pensile very short 開擦是廚房 很銳利 一刀去健全 那你開個三錢 五錢都沒有關係 有的人呢怕 一錢吃看看 會兩片 那病人吃下去呢 沒有感覺 要錯了 不敢了 你懂不懂我意思 我一開的時候 像這種重症 我有時候一開六錢七錢 還有一個義大利人 比我還高個頭 一開就是八錢 一劑藥 等一下講個案例 你還吃錯藥 那個病人還有 本來他九碗煮三碗 他九碗煮兩碗 更濃 好不好 師父吃下去 下一條 還好沒事 等一下講個演聽 那這個加在一起的時候 那帶在這個子宮裡面 帶很多 很多是絲 遇到寒的絲的時候 我們把它從小便 立出來 跟這個不太一樣 茯苓 因為你要把它立小便出來 所以茯苓的劑量 會超越白族一點 如果你是立宗礁 我們那個 老師 那個胃口不好 這個小金鐘湯下去呢 還是 絲很正 我們小金鐘湯 會加著白族芙苓 那個貴底湯 加白族芙苓 這個時候白族跟芙苓 是等量 因為是宗礁 那你現在在下礁 你要把這個帶 從小便立出來 這個用芙苓 用芙苓 比較高一點 那摺蟹 還有什麼 摺蟹五錢 好 好 朱鱗 朱鱗呢 是專門立下礁的 好 朱鱗三錢就好了 好 這 好 那 你這個廚房一下去 帶也沒有啦 好 帶也沒有 所以諸位掌握這兩個原則 就可以了 這是基本的廚房 那你如果看這個太太很憂鬱啊 你跟她說 你這個有白帶多久了 我白帶三年了 那你的婚姻好不好 我三年起離婚了 好 想這個 就是婚姻嘛 好 情緒不好 那你可以加一些 好 像玉京啊 好 像乾麥大早上啊 你問她有沒有常常看到鬼啊 諸如此類的 好 那怎麼辦 對不對 那怎麼辦 你不能說 同情啊 對不對 看一個病人跟她幫一個病人 那不得了 好 好 不能同情 好 好 這就是她剛剛講的意思 針灸的時候 很簡單 大家現在針灸都很不錯 很強 這個針灸當中 你這樣寫就對了 你不會很強 你不要寫 對不對 她作為針藥來寫 不要你把你寫出來 寫到被我們笑 對不對 像這種針灸 女人的帶 你說老師 你剛剛開的主張 還在藥房裡面 煎 以前古代 你要想我在焦的時候 你是古代喔 還在藥房的生活在煎 那你沒事幹 那病人躺了 對不對 我老鼠還在帶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在煎藥的總是你可以幫她下針啊 對不對 女人有帶的時候下針 像三陰礁 雪海 那附針的時候 你可以砸 腹部的時候砸 嚴重的話砸到腹部 中級官員都可以 那你說老師 我要快一點可不可以 當然快一點可以啊 引白 為什麼叫引白 就把白的引起來 所以白帶的時候 你引白針下去 她還躺到床上 已經沒有帶了 然後你那邊煮藥 藥還沒煮好 病人已經躺來 已經好了 然後再吃你藥 第一碗下去 你看她小便拍出來 就好了 就那麼快 那我講過 一再跟大家講 中醫的最高的境界就是 針下去就立竿建議嘛 吃藥吃第一碗就知道了 不然你還要怎麼樣的境界告訴我 再超過之後就不要針 不用下針 不用吃藥對不對 好 這是中醫的精方 好 好 接下來這個處方呢 是中醫裡面很有名的一個處方 過去呢 我用了很多這個處方 專門幫太太們祝孕 那這個小姐 太太小姐到現在目前為止呢 經過我們中高去幫忙 好讓他生小孩的 生下來的小孩 百分之百都是男的 無一例外 好 所以我每次跟病人講 他來自 Infertility 就是不孕症 太太請問你啊 你要男的女的 先講喔 他說我無所謂 好 你無所謂 吃了我的藥你懷孕 保證你是男的 好 那我想要你呢 找對人呢 我可以幫你 對不對 有沒有學過那個 《黃金天經》最後一段 這叫做我們做大一的話 一定要懂六任 周一六任 周一六任 地理位置就可以幫他改 否則的話你用中藥吃 吃中藥得到注意的 千篇一律通通是男的 然後特別跟他說 你放心 中藥很公平 你金頭髮藍眼睛吃下去 絕對不會變成黃頭髮 可以 這個中藥不會變成中國人 還是男的 好 還是一樣 跟你很像 不會變成中國人 你放心好了 那效果非常的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會用溫金湯 待會介紹溫金湯的湯方的時候 就會了解到 現在去講 為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要用溫金湯 這個太太呢 連五十 我們七七四十九 天葵要接 應該女孩子要進入更年期 但是這個寫更年期的時候 你要記得 溫金湯除了更年期很好用以外 沒有更年期你也可以用 你不要說老師 我就要等他五十歲以後 再用溫金湯 你實在是 真的我不曉得怎麼教你 把你趕出門 好 好 那這個 中天以後呢 病有下栗啊 病人下栗 好 下栗呢 這個下栗是什麼 不治拉肚子 這是下血不治 流血沒有停止 更年期到了 結果他流血應該停了 還是有路 還是有月經 數十日不停止 一直不來 一直不停 不斷的來 目擊 到了 傍晚黃昏的時候就發熱 好 這個黃昏是人間最美的時候 結果結果他才發熱 好 少婦里急 里急厚重 腹滿 手掌煩熱 唇口乾燥 何也 張總理說 這個病呢 屬於帶下的病 為什麼 就是過去這個太太小姐 可能有流產過 或者有淤血在少婦沒有去 好 為什麼呢 這是唇口乾燥 唇口乾燥 我們知道身體裡面 可能有些淤血呆在裡面 好 那我們要把它 這個 去掉 叫做溫精湯 所以這為什麼叫溫精湯 就是說 這個湯要很溫 藥性很溫 它能夠讓月經調理 它能夠調理月經 讓月經變成正常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個太太小姐 她月經不正常 常常有時候延後 常常提前或者怎麼樣 你可以用溫精湯來做加減 好 溫精湯來做加減 那這個溫精湯要用的時候 一定是唇口乾燥 好 唇口乾燥 好 腹滿 肚子好 腹滿 月經不調都可以使用溫精湯 好 所以現在經方裡面呢 最有名的調理月經的方子 就是這個溫精湯 好 大家來看這個溫精湯 溫精湯第一味藥就是無助雨 好 無助雨呢 入肝 在治症上面的時候是肝虛的時候用 好 肝虛的時候有幾種狀況 第一個 第一個 頭痛 嘔吐 老師啊 這個病人呢 不管他月經來不來 反正頭痛 只要頭痛來的時候嘔吐了 吐翻了 就是溫精湯 就是無助雨湯 因為無助雨露肝 我們頭部呢 這個肝臟好 直接進入百會 然後再到眼睛裡 所以眼珠子痛 眼珠子後面痛 旁邊痛都可以使用無助雨 還有呢 肝精是不是落到子宮子臟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會用無助雨 來補他的虛 當歸穿穷掃藥 這個我們講很多了 掃藥能夠指腹痛 如果這個 在這個處方裡面呢 大家看 各二兩 就是無助雨以外 加重無助雨以外 當歸穿穷掃藥 人生貴枝 阿嬌丹皮 生薑乾草 都是等量的 當你這是原方式等量 但是你一定要會做加減 比如說 現在這個太太來呢 他是人很虛 就是便秘 對不對 你無助雨我們知道 可以補肝加的陰 肝加的陰 就是肝臟的血 阿嬌我們可以加重 但是病人呢 人很虛 那肚子又痛 裡面有血結在包門 草藥就可以加重 那他有便秘 便秘的時候 人那麼虛 你再去大肯忙消很累 我們把當歸加強 當歸裡面有油脂 會通力大便 所以你如果 不相信當歸可以通力大便 你這樣去買個五千 回家煮當歸湯吃 吃飯就下力 因為裡面油很多 那你如果吃了 老實我沒有下力 那個當歸不好 那個藥房不曉得怎麼保養當歸 像我們的 我花了很多錢在保護藥上面 你到我診所去看以後 以後你會看到 一排冷凍箱 很多藥都冷凍起來 所以我當歸拿起來是油的 那外面的藥房 台北很多藥房 或大陸很多藥房 不知道當歸要冷藏啊 拿起來是乾的 那個當歸沒有油 怎麼叫當歸呢 所以我的藥有效 他的藥沒效 我的藥會稍微貴一點 因為我保護藥 花了很多錢在裡面 好 同樣是當歸 到手上我就冷藏了 好 所以說這個藥呢 當然我們會用到櫃枝 人參啊 生薑甘草 這都是形陽的藥 所以補血 阿嬌能夠止血 但是血很虛的時候 阿嬌可以補血 同時呢可以補月經 所以我過去呢 我們用阿嬌 畢人沒有月經的時候 來沒有月經來喔 三四個月沒來 可是他就是這個溫金湯鎮 我們開阿嬌下去 他吃完月經就來了 所以說人虛的時候 阿嬌照樣可以讓月經來 就時鎮的時候 你看到你的體格很壯 撥腹罵街那種人 對不對 阿嬌下去他月經沒來 悶死他 他的胸部也髒了 因為奶水下不來 情緒不好 本來是撥腹罵街 撥腹罵街對不對 吃完以後被你發狂奔走 阿嬌奔走以後 他把他送到那個 台南那個叫什麼 那個什麼龍啊 龍發糖對不對 送進去 對付那種撥腹罵街 是最好 那這是阿嬌的補血 所以虛實 你要看清楚就好了 所以我們的黃蓮阿嬌湯 黃蓮阿嬌湯是補心血 所以我們沒有黃蓮跟黃琴 做導藥 能夠把阿嬌放到心臟裡面去 單批是活血化魚 子宮的活血化魚 那一般來說 這溫季湯呢 我們會加一些 你看張仲錦 張仲錦 在製婦科的時候 像半蝦 後補湯 都會用到半蝦 為什麼 因為彈 那女孩子呢 想的比較多 這個比較憂鬱 比較憂鬱 那我們都會用一些半蝦 把彈去掉 曼曼東呢 是潤肺 潤肺 所以這個藥你看的時候 我們用櫃子